KKBOSS風雲榜這次第四屆都是一個樂壇的盛事 但是姜濤之前在903比賽傷了腳腿 所以做了手術後就未能夠參加 所以姜濤也特意出了帖文說 很抱歉我沒辦法出席因為做完手術需要休養 但是他也一定會看直播 原來KKBOSS已經宣布在27日復辦 誰知剛剛姜濤在籃球比賽受傷 未來兩個月都要參加拐獎 醫生建議不要下床走動 所以大部份活動都取消 KKBOSS剛剛在主辦方在社交平台宣布姜濤會缺席當日的演出 非常遺憾年度風雲歌手 姜濤因雙未能出席四次演出 但願姜濤早日康復再在台上和樂迷相聚 也公佈了完整的出席名單 不用特別說 所以姜濤也很有禮貌和責任 在IG的限時動態轉發鐵文道歉 表示很抱歉 因為姜濤未能出席今年KKBOSS香港風雲榜 但我相信當晚MIRROR兄弟嘉謙和其他出席的歌手 一定會為大家帶來精彩的表演 我都一定會看直播和大家一起支持他 這個真的很好 姜濤作為年輕人的偶像 雖然他有很大的原因 病人未能出席KKBOSS的活動 但他都能夠發貼文道歉 以及說我都支持MIRROR兄弟 街謙那些都希望繼續努力參加這個活動 希望代他努力 所以姜濤真的要好好休息 至於這個KKBOSS風雲榜 他是今年那個風雲榜的人 雖然不好 不知道誰會代他上台領獎 我也很想知道 會不會是他好兄弟呢? MIRROR好兄弟全體人員出去呢? 還是花姐還是怎樣呢? 我都不知道 大家記住27號的時候 就去留意一下 希望姜濤不要因為這次腳傷 太大影響他的身體狀況 希望他快點好快點去 休養好整個過程 令到自己更加多時間 在未來的道路上繼續努力 支持姜濤